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香圈 GO!》 美兰姐 嗨 我是美兰 嗨 我是美兰 我今天请到的朋友 是从非常冒险的地方来的 都是泰国金山桥 今天你要带我们到哪里来 好的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彰化的鹿港 这里可以说是 台湾非常重要的 历史古镇之一 由于这边古籍保留 非常的完整 所以这边可以说 是非常著名的 文化发祥之地 这样说你有比较清楚吗 是的 ustang 天后 怎么这样子 你们两个少臭眉 不是你们 这里是天后宫 这里是天后宫 那些庙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里的庙 是来自美洲的 那是现在 仅存历史最悠久的美洲 那這邊鹿港還有什麼有趣的 妳知道妳今天怎麼穿成這樣 張金牙小妹的現身 我們鹿港老街商圈 就是學區就是這個若晶國小 也是市政榮的母校 今天我們要到鹿港老街商圈 去逛逛 好 為了招待兩位姐姐 我們今天我要走 我們做三輪車 那聽話真的忘記了 一起去商圈Go 坐上三輪車 我跟美蘭姐要來趟谷街巡禮了 先來去著名的君子巷走走吧 不過要同時兩個人走進去 真的是一大挑戰耶 穿過君子巷後 我們來到益智積木館 要來考驗一下智商囉 核樹方塊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啦 這是核樹方塊 要不要我示範給你們看 來 這樣來 從這邊 來 1 2 3 1 2 3 等於四方形 然後空中間兩個洞 然後其他你要折得上面來 老闆看我們聽完還是捕薩薩 介紹我們玩另一組 比較簡單的遊戲 動動腦丸要放慢腳步了 對 這是中的 這也是靠小家境 我們來到桂花巷藝術村 這裡可以一次欣賞到 11位駐村藝術家的作品喔 而且裡頭還有拓印教學 老師這有什麼好學的 這個拓印不是就抹一層上去嗎 這個怎麼好學的啦 要平穩平順一點 不要這麼慌慌張張 你看看人家美蘭做得多平穩 多平順 果然薑是老的辣 美蘭姐真的是很了不起啦 看看我完全印不到圖案 經過老師補救之後 嘿嘿嘿 老師寫上節目名稱 要祝我們收視長紅喔 嘿 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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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什麼啊 這個就是做一個明朝櫃 這個技術在哪裡啊 有什麼特別嗎 這個技術喔 現在還沒有 你剛才講的什麼不清楚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成品的 有嗎 成品就在這裡 要跑到這裡去看 這邊這個是畫的嗎 不是畫的 不是喔 這個木頭撞進去的 對 畫的啊 這個才是畫的 這個不是畫的 好像畫的喔 對 不一樣 對 這個工法怎麼來的啊 完全用木頭塞進去 這個 這個木頭叫做 紅色的叫加冬 加冬木 是 現在打了快木 快木 來… 來… 有在走啊 是 你們今天一定玩得很過癮了吧 是 肚子餓了喔 對 我在這裡等你們 等你們請你們吃好料的 什麼好料 來…走… 我們進去吃好料 走… 憲哥大餐 這個鵝也太大餐了吧 不怎麼樣… 我們泰國比這個大幾倍 真的是 真的假的 叫生蠔 很薄的 很薄耶 哇 這個鹿港的鵝 真的這個度好大喔 對 跟我吃到的不太一樣 一般吃到有點營養不了 對 因為鹿港的那個水域很合適 然後加上呢 五月到九月呢 那個我們的鵝 真是青春最有活力的時候 彈彈彈的 到冬天稍微吸水起水了 鹿港呢 海鮮很多 然後糕餅很多 然後現在還有發展一些包子啦 玉丸啦 美蘭姐 妳再猜看這是什麼 花瓣 不是啦 葉子 不是 妳再看 蝴蝶捲 不是啦 哎呀 我猜不到了啦 妳怎麼都猜不出來啦 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鳳眼糕 就叫鳳眼糕 鳳眼糕有沒有 對 它是以前呢 有錢人才吃得起的點心 我錢人家都看不出來我很貴氣嗎 我真的看不出來妳很貴氣 因為妳們 妳們是第一次客串 所以說前面沒有給妳們 沒有給妳們參與 太難的不給我們做 簡單的 就是來玩一下後面 後尾刀的成形 有什麼難得倒我 我廚藝三十年耶 這麼臭屁 等著看喔 老闆還是要幫妳 不用 妳看 妳看 這麼簡單 耶 成功了 成功了 你看吧 妳也太激動了吧 哇 好平常的顏色 哇 有紫的 粉紅的 綠色 咖啡的耶 這個是鹿港手上的七彩牛舌餅 七彩喔 是 它有多種口味 它有咖啡 抹茶檸檬 黑糖 跟我們看到牛舌餅 不太一樣很厚耶 是是 妳們有希望嗎 來做我們家的DIY嗎 可以而已 好耶 好喔 那是很像一個 車子的寒兜路 寒兜路 對 那我們就是控制它的牛舌餅方向 所以開車開得好 這個就可以做得好嗎 對 不一定喔 我想是女車手喔 是真的喔 那我們再開開一看 那開始了 我們準備了 好 我們首先 先手壓一下 壓一下 那寒兜路的話 我們就放到上面來 放到上面來 慢慢的輕輕的開一檔 開二檔 不一會功夫 我跟美蘭傑特製的牛舌餅 大功告成 比比誰的舌頭大呢 除了有趣的DIY 還是要來正經的品嘗一下 真的好酥脆 還有麻糬在裡面喔 美蘭姐 妳看喔 這邊路港到晚上 妳可以在老街上的廣場休息 而且後面有人在運動耶 不賴嗎 靜音 我來到那個路港 我感覺這邊的人情味很濃很濃 讓我想到我金三角的家鄉 那妳覺得金三角的人情味 跟這邊的人情味有什麼不一樣呢 金三角的人情味 它是含羞的 就是很淚含的 這部分的人情味很熱情奔放 你知道嗎 就像我這樣耶